我马上去市场呀 去学刀菜 谁给我去 我去 我去 行 后来以后必须给我1比1的做出来啊 你给我上菜 行 就你去吧 行 就他了 快点 不是 你学啥菜呢 哪能做废话呢 赶快回家回去不跟我走 做法就要给你拿出刀 好嘞 马上起分一拆来 吃 吃 吃 冰块服务厅 跟闹双鞋地儿 好 油闷和香辣可以选择一下 我给你炒这个 再炒饭我用你炒了 我自己都扒了了 来 吃吧 吃 吃吧 不停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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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直到 去哪儿来这半天 地方坏了 这道菜好吃 咔 没有水煮的那么腻 而且还有这个青椒的香味 行 就这道菜啊 我去以后你给我1比1把它做出来啊 向南到我没门 哎 师傅 你们拿起青椒也咋做的哦 我没咋做的菜 我咋做的 我咋做的 跟你说咋做的啊 我给你1百块钱就搞托嘛 啊 不行不行不行 哎 一点都不倒意 啊 不行不行 好 把这鱼杀了 喂 啥时候回来的 你管我啥时候回来的 接了啊 准备一条鲤鱼 鱼 咱们复刻这道青椒鱼 既然四川那位同行大哥不愿意透露作法 那咱们身为一名厨师只能自己悟了 首先第一步咱们先将这条鱼 宰杀 剔骨 取肉 然后再将鱼肉全部片成薄片 咱们逗逗二代啊 二代 嗯 好好做啊 做不好机票自己套啊 这道45度 鱼片必须片得保护均匀 这道菜的复刻完全要凭借 厨师的味觉和记忆了 此时旁边的小伙伴们 也想看草原二代的笑话 但是 必须不能给他们留机会 现在咱们开始处理这个鱼片啊 鱼片在抓姜之前来点 啤酒 增性趋香紧腻 发财了 用盐和啤酒抓出鱼片的粘液 然后再倒入露烧用冷水清洗 接着的环节才是腌制鱼片 放入盐和味精白糖 最后的外表再裹上一层水淀粉 无需打蛋清 这样腌出的鱼片才会口谈爽滑 好了 接着咱们开始准备辅料 青筍一切为二 切成薄片然后放入麻豆中备用 那么这道菜的清香味 源自于哪里呢 是这种新鲜的二斤条 小米辣增加烙度 加入炮浆野三角 增性趋香解忆 好 前期中国斗就续 今天二大操作 二大解说 开开 不做这道菜 底油必须选择猪油和菜籽油 这个时候 等会儿伴们又来为官了 心情选择有点小紧张 炮浆小米辣直接下锅 先炒出香味之后 青椒直接高熬里头 猛火加车炒出炮浆和青椒的清香味 锅气释放完毕之后 精神直接下锅 接着再将鱼骨铺平马云 再来上一波咸熟炫锅将鱼骨煎一下 这一步的操作能使鱼汤又白又浓 我们释放鱼骨金黄之后 甩入凉水 能莫过食材即可 先浸问白糖胡椒粉稿里头 锅中鱼汤微微开锅即可烙出 料好鱼骨直接放入盆中垫底 鱼汤二次烧开的时候 咱们下入鱼片 下锅的同时必须舒展 再加少许蒸鱼尺油增现提味 请推动手勺防止鱼片粘连 汤烧未开即可防止鱼片变热 然后直接出锅 这道菜的出品鱼片 必须洁白如玉鱼汤清鲜无比 然后继续甩上一勺色拉油 勺中放青花椒和二斤条 正所谓要像叔父过去 万花丛丛一点绿 漂亮 来 刘祖 这是我做的 你尝尝 你也没吃了吧 我 鸡票 饭钱 一万一千八 你去巴探把账解了去吧